欢迎来Focus全球新闻 震惊全球的 在今年6月底的时候 俄罗斯曾经一度出现兵变 当时是用佣兵集团 瓦格纳集团的领袖 普里格金率领 而叛变两个月之后 惊传他坠机身亡 一般的想法就是 普京下令暗杀 因为以往普京对付一击 最常用的方式就是暗杀 包括下毒还有下狱 这个反对党领袖 纳瓦尼2020年在机上 疑似被下毒 他转送德国治疗 隔年返回俄国 被捕入狱 另外还有一个知名的 异议人士叫卡拉姆扎 他两次被俄国的 安全部门下毒昏迷 今年初是判他叛国 重判25年 更早之前您记得吗 还有一个反对党领袖 叫涅姆佐夫 他2015年在莫斯科市中心 遭到枪击暗杀身亡 在这三个例子在前面 现在普里格金 是坐一个飞往 圣彼得堡的内陆的私人飞机 在8500公尺的高空里面 是直直坠落 机上10个人 全数罹难 而这次跟他一起的 包括了傭兵集团 瓦格纳集团 所有高层都在机上 因此 亲瓦格纳的媒体指控 是俄罗斯的地对空飞弹 击落飞机 而美国总统拜登 对于坠机表示 不感到意外 俄罗斯总统普清执政23年 唯一敢起兵挑战他的人 瓦格纳佣兵集团首脑 普里格金 周三惊传坠机 俄罗斯联邦航空运输署证实 他的名字出现在 坠毁班机的乘客名单上 坠毁的是一架私人客机 周三早上六点 从莫斯科起飞 要前往圣彼得堡 起飞大约一个多小时后 就失联 目击者拍到飞机 从空中直线下坠的画面 其中一侧机翼已经消失 没多久就坠落在 莫斯科北部郊区 机身起火燃烧 俄罗斯官方公布讯息 机上有十名乘客 除了普里格金 和瓦格纳集团的 高层人员之外 还有三名驾驶 俄罗斯调查委员会 稍后证实 机上乘客全数罹难 搜救单位已经寻获 八具遗体 以飞机坠落的方式 研判绝对是人为导致 俄罗斯专家也提出两项疑点 他们不相信戒胜的 傭兵头子会随便透露行踪 还把名字写在搭击名单上 让想暗杀他的人 轻易得逞 因此对普里格金的死讯存疑 外界也不相信 这起死亡事件 与俄罗斯总统普钦无关 包括美国总统拜登 普里格金在今年六月带兵叛变 差点就要攻入莫斯科 后来在白俄罗斯总统 卢卡申科的斡旋下 才同意撤兵 事后普京不止一次 在公开场合 称普里格金是叛国者 而他对待叛徒的方式 就是暗杀 最近发生时 普京正在库斯科州 主持纪念二战典礼 颁发奖章 给参与乌克兰战争的将士 他对普里格金的死讯 没有任何评论 普里格金上星期 在非洲现身 他在影片中 大谈要在非洲 拓展俄罗斯的影响力 显然是要将集团重心 转往非洲 支持普里格金的民众 在瓦格纳位于 圣彼得堡的办公室外 点蜡烛和献花致哀 根据俄国媒体报道 与普里格金同击的 都是瓦格纳的核心高层 意外让数万佣兵 顿时群龙无首 集团未来也陷入不确定性 甚至可能瓦解 这也郑重普清下怀 普里格金存在的每一天 都是对他的羞辱 他还要时刻提防 瓦格纳会再度叛变 TVBS新闻总和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